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洪准 在10點到10點半陪大家一起看盤 目前價錢股價指數盤中它是下跌51點 昨天我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說昨天雖然指數上漲了28點 但是它整個結構上面是有問題的 下跌的加速比上漲的加速還要多 那就代表說其實有些人他護的指數 但是他正在調節他手中的持股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大盤跌了50點左右 目前的下跌加速還是比上漲加速來得更多 還是來得更多 這裡修正絕對是一個好事情 因為沒有漲不完的市場 也沒有跌不完的市場 那漲上來的過程之中 你要懂得去做一些資金上面的轉換 跌下來的過程之中 你要去找未來可以去注意的主流族群 現在整體的前一波主要的主流是在於被動元件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2327的國距 今天2327的國距昨天受了下影線之後 今天開始出現一個反彈 反彈的格局它是沒有改變的 那就代表說整體的趨勢它是OK 但是短線上面漲多當然會有一些賣壓出來做調節 你要看的就是什麼 就是它整體的月均線的表現 目前月均線的扣底值 它還在扣底低的位置 它還在扣底低的位置的時候 這個三角形就是扣底的位置 它目前還在扣底低的位置 所以它是沿著均線一路往上走高 所以被動元件的族群 它是目前還是市場的主流的方向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什麼2456的奇力星 目前手上的券單 這一檔股票的券單 它有高達1萬多張 所以它的軋空行情還在延續當中 它還在延續當中 所以整個包括在奇力星的部分 然後包括在國劇的部分 被動元件的精神指標 最主要就是看這兩個方向 現在資金它有一些在做移轉 它移轉到哪一個部分 我認為它現在準備都轉到 Apple的概念股裡面去了 這個Apple它在下半年準備要發表新機 跟大家講過很多次了 現在兩岸的金圳 兩岸的金圓代工廠 醞釀了全面的漲價 為什麼它會全面漲價 因為現在市場的需求它是非常高的 市場需求非常高 包括在車用電子的部分 包括在物聯網跟消費性的電子產品 目前應用的訂單都是一直持續在湧入當中 最主要的最主要的使用端 是在8吋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2303的聯電 昨天可以拉到漲停板 昨天可以來到一個漲停板的價位 包括5347的世界也是一樣 最近的走勢都是特別的強 這都是在反映說 目前市場上面的 對於8吋晶圓廠的需求 需求非常的豐沛 然後供給量在沒有大幅增加的情況下 現在是一個供不應求的狀態 現在是一個供不應求的狀態 所以當這些市場世界級的大廠 包括世界先進的部分 它是屬於台積電的持公司 所以它的技術能力是值得肯定的 包括2303的聯電 他們也都是世界級的公司 還有台積電的部分 台灣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晶圓生產的基地 當然對於整體的 只要未來的整體的景氣面 它是沒有問題的 整個台北股票市場會有短線上的震盪 可是還不至於說全面出現反空 你現在要注意的事情是說 接下來6月 7月 8月 這三個月份是除全息重要的旺季 有一些除全息的個股 它必須要做龍券強制的回補 這些龍券強制回補槽一啟動 當然就會把一些龍券較高的個股 產生一個軋空的行情 軋空行情結束之後 在7 8月份整體的台北股票市場 就會顯得比較震盪 你未來你要看的 就是成長性夠不夠高了 如果你的手中的持股 它的成長性不夠強的話 或者是說它的本身的本益比 已經拉到一個太高的境界的話 基本上它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幅的震盪 能夠支撐股價最重要的關鍵 還是在於說整體的成長性 能不能符合它未來的展望 操作一定要有公式跟方法 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TEMPO 春更夏雲秋收東長的TEMPO在哪邊 當指數拉回的時候其實並不可怕 但是當你要抓到就是說 未來的明日執行會是在哪邊 從市場的資金面來看的話 現在有一些在走向的 我剛剛所講的屏蓋股的部分 那屏蓋股呢 現在未來所發表的新手機 最重要使用最多的 將會是5G的天線 那這個是很大一個規格的改變 以前沒有未來會做普及化 這個才是成長的關鍵重點 那如果說未來它會普及化的話 那其他的Enjoy陣營都必須去模仿的時候呢 當然對它的整體的獲利 營收獲利就會產生很大的成長性 但是這個成長性 你現在是絕對看不見的 一定是看不到的 有人在佈局的時候 他不會跟你講說 這檔股票未來它的成長性有多高 你想想看喔 陳泰銘像國劇的董事長 當時候在國劇他準備要成長的時候 他會一天到晚召開法社會跟你講說 國劇目前很好 國劇未來的展望很好 他絕對不會這樣講 他一定是等他佈局好了 整體的整個股權的狀況都準備好了 他才會跟你講說 未來的國劇很好 所以國劇到2019年 甚至整個被動元件到2019年都沒有問題 那你就會開始去追買他的股票嗎 這個就是操作的重點 當你沒有好消息的時候 反而就是最好的消息 可是當你大家都發現了 原來他的成長性都實現的時候 基本上他的股價就會 開始進入一個比較震盪整理 比如像之前跟大家講過 3105的穩帽有沒有 為什麼你會看他說 明明他就是蘋果最重要的 3D感測元件的廠商 可是當我們從這段佈局到這裡賣掉的時候 為什麼他現在就開始進入一個震盪整理了 震盪整理 因為他的夢想實現了 當我們知道說3D感測元件 這塊這個零組件 他會應用到蘋果各樣的產品之後 事實上大家這個夢已經了解了 已經知道了 對於他的本益比也會給予降低 所以當這些本益比被降下來的時候 股價當然表現就不會像過去本益比的時候那麼高 同樣的我們現在來看 當5G這一塊市場 他現在未來準備要進入快速成長階段的時候 那什麼樣的族群會是最受惠的標的 現在你要看5G的那一塊天線 5G那一塊天線 全世界的生產商只有兩家 只有兩家可以做 一家叫日本的春田 一家就是台灣的加聯益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大航在震盪的時候 加聯益為什麼還是可以持續的再往上走高 這就是因為他手中握有的技術是非常特別的 他手中握有的技術是非常特別 而且這項技術是得到蘋果的認證 所以加聯益他要擴廠 他要擴廠的時候是誰幫他出的錢 是蘋果幫他出的錢 蘋果今天投資加聯益去設廠房 那甚至還邀誰 邀了機殼廠商可成一起來入股嗎 為什麼他要去可成願意去入股他 機殼上面他會像那個天線啊 那你的天線的需求量誰最知道 機殼廠商第一個知道嘛 所以機殼廠商跟天線結合在一起的嘛 可成去入股了入股的加聯益 就代表說其實他也秀到了商機嘛 所以這些就是一些 為什麼一些有錢人的操作方法 永遠跟我們不一樣 因為他們對於行情是非常有嗅覺的 他對於維基野翁很有感覺 對獵物非常的果決嘛 他一買就是買他多少 買他任股的 任私募的所有的股份啊 那你會可以了解到說 原來他們已經看到了這個市場的未來 而這個市場的未來呢 是目前一般投資人所不了解的 可是呢 當未來這個夢實現的時候 當未來這個夢大家都了解的時候呢 全部的人一窩窩買進去 那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操作上的羊群效應嘛 所以為什麼投資人都是羊群 他沒有辦法做 他沒有辦法成為一匹狼 因為他沒有一個專業的團隊 幫他去做分析 幫他去了解說現在市場上的變化 那整個資金面呢 開始往PCB的方向在走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多檔的個股 會雨入均沾的 包括今天2313的滑通有沒有 大盤在跌的時候 為什麼他可以創下新稿 為什麼他可以創下新稿 那這一些個股呢 其實啊 都是跟整個PCB未來有關 那這一些PCB的部分 受惠於整體蘋果規格的提升呢 整個ASP的部分 就會開始出現了一個漲價 那這個漲價呢 就會帶動他的毛利 開始走升嘛 那這個漲價跟過去那種 被動元件的漲價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這是屬於技術方面的提升 被動元件的漲價是屬於 來自於供給跟需求之間的不平衡 我現在市場的需求量不變的情況下 市場的需求量成長的情況下 但是我的供給 我的供給不變 造成我的價格會提升 這個是經濟學最簡單的原理 那現在同樣的情況 在整個PCB的部分呢 它是屬於整個技術面的提升 以前呢 以前所使用的PCB版 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但是未來所使用的PCB版 必須用到比較高規格的內容 那當然就會 整體的價格就會提升了嘛 那提升之後呢 就會造成整個產品的 整間公司的獲利 會開始出現大幅度的成長 那相關的族群呢 還有哪一些 我們下個階段回來 我們繼續告訴你 避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抓腳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陣網 五月五 慶丹舞 雲達頭部歡慶丹舞節 全面火熱推出 五五折大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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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過今天 再等一年 最好感謝零二 八七七三 八八五九 八七七三 八八五九 感恩會員的支持 與信任 一起成就獲利翻倍的績效 洪老師秉持著 投資新典範的理念 代理會員征服古海 共創雙贏 聲稱的感謝 滿滿的獲利 狂勝天安再加碼 立上加厲展開佈局 零二 八七七三 八八五九 八七七三 八八五九 五月五 慶丹舞 雲達頭部歡慶丹舞節 全面火熱推出 五五折大優惠 五五折大優惠 錯過今天 再等一年 最好感謝零二 八七七三 八八五九 八七七三 八八五九 八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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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红准 在10点到10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目前加权股价指数下跌了65点 它这里还是一个测试月均线的行情 目前月均线它还是持续上扬的状态下 基本上它会提供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 大盘你要看的点位最重要的点位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代表一个多方趋势的突破 所以它不能被回补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是均线的方向 目前均线还是上扬的 为什么 因为扣底值还在扣底低的位置 但是一旦扣底值准备要扣高的时候 如果我届时跌破了均线 我会影响到我整体的均线的方向时 那时候市场的气氛就会出现了改变 到时候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所以我们不是神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未来明天台股会涨还是会跌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的是说 目前台北股票的市场 它还是一个多头的趋势 那它是一个多头趋势中的修正坡 它是一个多头趋势中的修正坡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最近的股票市场是比较震荡的 个股之间的表现 也是一个比较震荡的格局 那包括在贵买市场的部分也是 如果说你把KD指标打上去的话 你会发现说目前的KD指标 这里过高之后是产生背离的 当我的指数过高的时候 但是我的指标它却没有过高 代表说这个地方是一个背离的情况 背离乃为操盘手支最大警讯 所以它这里一定会做一个修正 它在这边做一个震荡修正整理的时候 来回测月均线的支撑位置 这同样的目前的指标部分 都还是一个高档修正的状况 所以个股的表现跟指数的表现 你可以发现到为什么市场的结构 市场目前的结构 结构上面是跌的加速 比上涨的加速还要多 下跌的加速比上涨的加速还要多 所以大盘有压 当然个股之间的表现 它就会变得比较震荡 资金它会在这个时候 做一个调整跟移转跟移动 有一些个股它会受到市场的调节 但是新的族群它会冒出头来 冒出头来的族群 就是未来市场的重要主流方向之一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资金的流向往哪边去走 从股市金流图来看你可以发现到 现在最重要的是市场光电族群 包括在什么 在LED跟什么 跟整个镜头产业的部分 还有谁 还有在市场贵买半导体的部分 半导体的部分 最近都是比较强的 市场电子零组件就包括在被动元件的部分 市场零组件最重要的 还有一块市场在哪边呢 就是在PCB 昨天的金流图里面有几个个股是比较特别的 第一个就是同样在加联益的部分 加联益的部分 其实它在未来5G的市场当中 它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最近的量能都还蛮大的 除了加联益以外 包括2313的华通也是一样 华通跟加联 其实最近都有出现资金买盘进入的迹象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资金流入量 比较大的个股 也是现在市场上面 盘面比较强的主流 包括加联的部分 虽然公布出来 它的EPS不是很好 可是短线上面 拉回震荡整理之后 今天再创一个新高 再创一个新高 这个跟券单也有很大的关系 目前它手中的券单有将近多少张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它累积到了空单 从这一段上涨开始 一路的攀升上来 已经来到了将近2500多张 2500多张 这就是市场上面一堆人 看他涨多然后不高兴 然后硬去去空他 2500多张的空单 你认为你要回补的话 这些人会轻易的让你离开吗 你一旦启动了轄空行情的时候 当然就很难止步了 不然2313的华通 它现在主要它未来会是苹果重要的PCB的供应商 它是苹果未来重要PCB供应商 所以昨天你看 昨天出现了大量去布局的时候 今天马上就跳空开高了 这就是市场上面 目前一些资金流入量比较高的标的 它当然就会慢慢的成为市场上面的主流 我现在有一笔钱我要投资 市场上面最大资金的那些主力跟那些法人 他们现在去买了这些股票 他们现在去布局这些股票 他们布局的时间点绝对不会是一天两天 绝对不可能是一天两天 所以当他们进驻的时候 慢慢去累积他们的筹码 一旦开始启动攻击行情的时候 才是他们大赚的时候 所以他们在买股票 他们在买股票是慢慢的买 一点一滴的买 当他买到一个足够数量 开始大量去吃货的时候 就会产生技术分析的讯号 为什么技术分析有用 因为它可以查到市场上面 所有资金流向的来源 当我知道说这档股票它有人在布 当我知道说这些资金 他正在买这些股票的时候 那我相对来讲 我今天买了一张 但是对方他是布局多少 他是布局5000张 那你认为说今天股价跌一块下来 是一张的人他要难过 还是5000张的人他要难过 所以当你有了资金的概念的时候 你可以顺着资金的方向去移动 那你就知道说 未来你要布局的标的 你要布局的方向是在哪边 那市场的流动速度是非常快的 今天最近你可以发现到说 整体的那种像族群性的变化很快 昨天在涨被动元件 但是今天可能被动元件就会休息 那之前生计医疗指数很强 很强 前天的时候是市场涨幅最大的 今天马上就回来了 马上又变成市场 又变成比较大的卖压出来 为什么市场上面现在会变得如此震荡 最主要他现在走的是一个修正波 他现在大盘走的是一个修正的阶段 那个股之间一定会先做一个调整 他要把资金再把它调出来 他要把资金调整出来 当他把资金调整出来的时候 他要布局的就是下一个波段的主流股了 那资金在布局的过程之中 你就要去找寻哪一些标的 是市场资金未来要去流入的方向 PCB的部分是一块 那PCB为什么会有成长 我刚刚跟大家讲说 现在整体的市场上面 除了iPhone以外 除了iPhone以外 最重要的成长性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车用电子 车用电子的部分很特别 这是以前没有 未来会蓬勃发展的部分 一台汽车你要进入他们的车厂交货 你最少需要两年的时间 你要经过他们的 包括整个设计 设计开发跟他们一起做以外 你还要再跟 你要经过他们整体的安全测试 所有的认证 因为汽车是一个安全性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 那如果说你的安全性 没有办法通过他们的认证 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切入 他们的市场当中 所以他们认证是非常严格的 包括在丰田的部分 Toyota的部分 包括在日本的 像日系车厂的部分 包括在欧洲车厂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的电子零组件 可以切入了这一块的市场 那你会得到 未来会得到很多平稳的订单 因为汽车市场 汽车他们生产 他们是属于平准化的生产 所以他们的订单毛利相对高 而且非常的稳定 那电子市场 电子消费电子的市场 它是属于比如像苹果 iPhone一代一代出来 这一代卖完了下一代出来 它会一直在做态换更新 那这个两块市场是不太一样的 两块市场是不太一样的 消费性电子市场的产品的周期 大概只有一年到两年左右 一年到两年左右的时间 可是一台汽车 它可能会有七到八年的时间 所以当你切入这一块市场的时候 当然未来你的成长性 就会慢慢的显现出来 所以我认为说 未来包括在PCB的部分 它如果切入到汽车这一块市场的话 你要特别的去注意到它 因为现在整个电动车才刚起步而已 包括今年10月份的时候 10月份的时候 台北市即将要有一条电动公车 准备要上路了 一条电动公车将会采购18辆的全电动的公车 而这个电动公车是由台湾自主来生产的 这个电动公车如果生产完成 未来会再跟日本 还有跟东南亚地方的国家合作 然后外销到他们国家去 就很像Gogoro一样成为台湾之光 你知道吗 这些电动车生产的零件 就是来自于本身六成的零组件 都是台湾在做生产 都是整个台湾都在做生产的 这个电子零组件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的做那种消费性电子 它的毛利真的不好 而且竞争者很多 但是你切入了这一块市场 你只要给它时间慢慢去发酵 未来它会有一个很大的成长性的贡献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个股它开始出现一个 直稳甚至开始出现反弹 尤其在电源供应器的部分 在电源供应器的部分 电动车它必须要使用到大量的充电桩 充电桩的部分从电动公车开始 未来会开始像一般的汽车去发展 所以整体的供应链就会开始 慢慢的收到订单 这些电动公车现在从台北市开始出发 未来会不会扩展到其他的市场当中 包括北中南所有的地方 这个都是属于刚起步而已 都是属于刚开始而已 但是整体的技术面 它是很成熟的 整体的产业的供应链 它是属于非常成熟的 这个新的市场才会带动 整体的电子零组件的需求量开始攀升 为什么被动元件它会涨价 为什么电阻跟电容它会涨价 因为现在的需求量 就是来自于整体电动车的市场的发展 这是以前没有 未来会很多 你要了解的 你要注意的就是 未来整体电动车的市场在发展的时候 会带动哪一些族群的成长 这些内容我在节目上面 没有办法跟大家讲的太多 我会用文章的方式慢慢跟大家来谈 有任何的消息 跟我们所得到的任何的研究资讯 我都会在我们的Lite 8上面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 扫一下我们下方的QR Code 来加入我们风行操盘式的Lite 8 有任何新的文章的内容 我都会直接在上面与大家做分享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下一个阶段 由维旭老师来陪大家一起看盘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东彩精彩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名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每天早上9点开始 近期锁定运通彩精台 台股直播室 5月5庆班5 运达头部欢庆班5节 全面火热推出 55折大优惠 55折大优惠 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最后再见 02-8773-8859 8773-8859 感恩会员的支持与信任 一起成就获利翻倍的绩效 洪老师秉持着投资新典范的理念 代理会员 增幅谷海 共创双赢 深深的感谢 满满的获利 狂胜专案再加码 力上加力 展开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5月5庆班5 运达头部欢庆班5节 全面火热推出 55折大优惠 55折大优惠 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最后再见 02-8773-8859 8773-8859 我是戴慈瘾 比赛我全力以赴 但这些我看了就害怕